1978年的中国 人民要吃饱 国家要富强 但僵化教条没有出路 封闭保守没有未来 从农村到城市 从个体经济到国有企业 从单一突破到整体推进 改革有浅入深 催生出中国大地的深刻变迁 激发出中国人民的无穷创造 两权分开 那么这样一来呢 农民就有了几率 去年还在淘的八大王 今年平反了 甚至变成企业家了 带上大红卡了 都挣了三万块钱 你可以都提两万到三万 大家拼命走好 从深圳开办出口加工区 到四个经济特区 沿海 沿江 沿边 从东部到中西部 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 逐渐形成 世界进入中国 中国融入世界 中国要加入什么组织 我觉得非常好 最起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 更加自由的 参与这个行业的进展 伟大的时代 产生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 引领伟大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 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更加深刻和辩证 把马克思忠义的普遍真理 通过这个预计时机结合起来 走实际的道路 现在有尊贵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 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全局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以利于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要把改革创新精神 贯彻到自国理争各个环节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 图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实行改革开放法等历史性决策 动员全党成为各族人民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行新的行征 这是新中国城以来 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美大关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亿万中华儿女勇于实践 在荡气回肠的征筒上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大量的证则 不得亏的 亿万中华儿女士 产党领导下 产党领导下 这一段的证则 大量的证则